酿酒之导仓储商店 葡萄酒原料以及酿酒设备和蒸馏设备 是北美经销商之一 这是加拿大的公司 美国是不是也是这个呢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身后这个大标志就是 那我进去算一个大口罩吧 就这商店 仓储店分为国酒 啤酒设备酿酒 四个区域 我们先来到葡萄酒原料区 这都是葡萄酒 两边全都是葡萄酒 太多了 价钱不等 这是一百一十九块九毛五 桶装的是葡萄酒原汁 酿酒是无吸对水 纸盒装的是葡萄酒浓缩脂 酿酒是需要对水 每个包装盒里都有 酿酒是所需的辅料 这是卖葡萄酒的 现在已经都红了里头 要压过了 这是葡萄酒的八十块钱 这是原汁的 这是什么葡萄啊 白葡萄啊 紫葡萄啊 今天就是葡萄葡萄 这么深 还得买瓶子盖呢 哦 对瓶子盖 这是哪出的 意大利的 这是农厕汁的 六十九 六十九 差多少钱 差二十块钱 这是啤酒料 十一块 九毛 这是什么味儿的 这是加拿大啤酒 你买多少瓶 家里还有吗 我现在来到酿酒设备区 以及酿酒所需的香精添加剂 这是酿酒的所有的工具 就是酿酒做啤酒的那个 这是什么 堵头 什么东西 这是三 这挂的是什么呀 做葡萄酒的事 这是酿酒桶 亮瓶子的 这瓶子立 是咱洗完瓶子用的 倒放的 各种工具 这是工具瓶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过来放的 做葡萄酒的最后封口了 瓶子上的标签 木头销是给葡萄酒加味道的 因为是过去是木头酿造的 就会有木头的一些味道进入里面 一般都有酿酒桶 所以大家都喜欢用的酿酒 那这白的是什么呀 有那个消毒剂 还有各种那个添加剂 这黑的是活性炭 酿酒的时候加各种不同的味道 那就是香精吧 应该是吧 这也是也是那木头香 原来酒肠里边 拿出来还吃了 瑞士的那个像素香 七块九毛五 这是手动压瓶盖工具 这是酿酒指导 以及客人委托酿酒的地方 这是人家的工作车间不能进 我估计这里是替客给别人酿 做酿酒的 中间那红的不是跟着你说那个吗 待会看一下 这就是把瓶子洗完的 在酿干 这是为客人酿酒储存仓库 啤酒原料区 鼠哥做啤酒就从这买的量 价钱不等 现在这是促销是11块9毛五 多少钱都有大伙看看 19块9毛九 这是25 25 最便宜的就是你买那11块多 鼠哥就会买那物美价 这是各种 快速管理接材 这是二氧化碳气多少钱 30 这有什么用呢 这可能是往啤酒里边灌 对 假如有个大铁锅 你酿好了往里打车 这都是粮食吧 小麦了看 是吧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直接拿粮食自己酿酒 哪个三十九 这不酿啤酒的吗 从小麦都酿啤酒 是不是就拿这罐子了呀 就这个 不锈钢的 无所谓人家什么都行 这不垃圾什么都可以 这是什么呀 酿白酒的 酿白酒的 多少钱呢 125 啤酒罐子 啤酒罐子 多少钱 90 好了 啤酒葡萄酒 瓶山都买完了 谢谢收看 喜欢点赞 关注评论 你 饿什么